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真言二十六篇的十二到十六节 题目是懒惰人自害 真言二十六篇十二节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 街上有壮狮 门在虚扭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懒惰人手放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 也以为劳罚 懒惰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 更有智慧 在这里的几句话当中 既讨论了愚昧的人 懒惰的人 最后还给自己所说的话 举了一个例子 讲到懒惰的人 同时也是一种愚昧 前面我们讲到了 愚昧人是如何的愚昧 可能会不断的犯错 可能是如何的坏事 那么懒惰的人又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真言有什么好说的 愚昧的人是很糟糕 但是更糟糕的是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因为愚昧人 虽然不知道自己是愚昧 但是也不会自以为高人一等 还有可能会听听他人的劝谏 而因而改变 但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不但听不进人劝 还想着要指点别人 话题又移转到懒惰的人身上 为什么懒惰的人要说 道上有猛师 街上有壮师 在所罗门的那个时代 这也是真理有可能的 但是这并不是懒惰人 说这话的原因 他可能连大门都没有出过 街也没有上过 他并不晓得街上 到底有没有狮子 他说这话的原因 就是要拿来做 不肯出门的借口 但旁人也很难反驳他 就好像到如今 如果有懒人这样说 我昨晚梦到金开出门 会被车撞 这话是有可能的 我们也不知道 他做梦会不会成真 那你是否还会要求他 今天一定要出门吗 如果你坚持要他出门 到后来他真的被车撞 那难道你心里不会内疚吗 就这样子吧 他懒 还可以自己找到理由 这里说懒多人 是恋慕他的床的 到了如今 我们还可以把床换成 或者是加上手机 平板 网路等等 真言用门不能离开 虚扭而转动 如今我们的门扇 都是用铰链固定在门框上 那就是门离不开铰链 懒多人更离不开他家的WiFi 会不会有真有这么夸张 还有更夸张的在下面 真言说懒多的人手放在盘子里 显然这就是他在拿可吃的食物 然后拿到食物以后 还得要把手收回来放入口中 对不对 就这么一点小点点的力量 他都懒得出 觉得这是疲累 这会不会是真的 还是太夸张了 是 这是很夸张的说法 但这并不是完全是假的 真的有人明明四肢健全 但却懒到要人喂食的 这样确实是罕见的特例 只是这也说明了 懒多人会在这样一点小的劳动上计较 于是就有了下位那一句 第十六节也说 懒多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我认识某些懒惰的人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懒 在日常相处或是分配工作的时候 他就常常会在这种世上占人的便宜 比如说他自己从来不出去买咖啡 但是有人要出门 他立马就问说 你回来会经过咖啡店吗 那顺便帮我带一杯吧 大家也不是不知道他就是懒 但是因为他付钱 同事们也就是总是让着他 在分配工作时 他也是很计较他所分配的 到底是累还是不累的工作 他总是用各样的借口 让自己分配到不累的那一份 但是又从来不说 他想要那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那份不累 也不用在夏天出门 但是他还是会讲说 我是让你们锻炼锻炼 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他自以为聪明 其实别人只是不跟他计较吧 他还是在那里沾沾自喜 认为他可以占尽所有人的便宜 但是显然他占不了老板的便宜 后来我离开那里 之后就听说他后来被请走了 谁又会想要一个永远不能担当累活的员工呢 懒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的 只是我们也是有些智慧的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劳动 否则长久以往就会吃不上饭 况且适量的劳动 让我们的身体心灵都能够更加的健康 我们是需要一些活动来让自己活得更好 懒惰并不是什么罪过 圣经并没有说神是喜欢勤劳的人 只是人若懒惰了 就慢慢失去价值了 不但不能够自己成全 也不能够帮助别人 渐渐的还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们知道在太空站执行过任务 很久的一个太空人 他回到地球以后连自己的身体都撑不住 因为不能适应地球的引力 甚至到了不能站立的情况 我们也是如此 不用劳力 可能会被某些人视作是幸福享福 但是懒惰了 占了这种便宜 真的是会害了我们自己的 愿上帝怜悯而带领我们 阿们